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宇宙中探索外星生命的事情 不过就在生命号刚采集了四个宇宙中的未知生命体打算返航时 它却突然被一股神明的力量给袭击了 后来在飞船坠毁之后 生命研究基金会的人第一时间就在现场进行了搜查 他们把同宇宙中发现的三个生命体全都带回了生命基金会打算做研究 不过让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却有一个生命体突然袭击了一名工作人员 并继承在这名工作人员的体内跑路了 接着画面转来到本篇男主这里 男主是一名敢作敢为的愣头青记者 他专门报道那些别的记者不敢报道的丑微猛料 专门调查那些别人不敢调查的幕后黑幕 可也正是因为如此 男主也经常会被他的上司批评 上司警告男主 这年头是可以乱吃 但话绝对不能乱说 而且明天男主要采访的生命基金会的创始人阿雷 绝对是一个狠人 如果男主单敢在采访中搞事情的话 那么他的饭碗估计也就保不住了 然而面对着上司的警告 倘若是一般人的话肯定是不敢不听的 可是男主偏偏就不是一个一般人 身为二般人的他非但没有听上司的警告 甚至还当众把生命基金会创始人阿雷 用活人做实验的黑料给抖了出来 只是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阿雷的背景实在是太强大了 所以第二天 男主就被公司以没有证据 就胡乱诋毁别人为由给辞退了 没了工作的男主 每天就只能在破旧的出租屋内生活 而背景强大的阿雷 则是在继续做着他的实验 后来阿雷通过实验发现 这种外形生物竟然是一种共生体 它需要寄生在别的生物体内 才能发挥出强大的本能 只是当阿雷找了很多流浪者 来让共生体入侵后 却又发现 这些流浪者根本就不能和共生体完美融合 他们几乎撑不了多久就死了 不过这些人的死 并没能让阿雷停止实验 反而还让他变得更疯狂了起来 然而让阿雷不知道的是 此时他的一名手下眼睛妹 却是有点于心不忍了 于是眼睛妹就主动找到了男主 并带男主偷偷捋进了实验室里 不过就在男主正在偷拍阿雷所干的 这些不忍道的罪证时 他却突然发现了一位他的乞丐朋友 男主由于不忍心 朋友被当成实验品 于是他就把实验箱给砸烂了 可是让男主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意外的被共生体给入侵了 而且更巧的还是 男主的体质又刚好和共生体完美融合了 然后男主就直接屌爆了 后来当阿雷派人来抓捕男主时 男主原本是打算举手投降的 可继承在男主体内的共生体毒液 顿时就不乐意了 毒液鄙视男主道 就这几个弱鸡你投降个毛啊 男主则表示 可他们有枪啊 毒液 切一群渣渣 此时对方人马懵逼了 男主这是被吓傻了吗 不过很快他们就明白了 男主压根就没怕他们 因为在毒液的帮助下 他们真的就是一群渣渣而已 不过阿雷为了能把男主抓回来做实验 他还派手下们使出了微型自动跟踪轰炸机 去轰炸男主 可是让阿雷没想到的是 男主竟然一边骑摩托一边打飞机 分分钟就把他的微型轰炸机全都给打爆了 后来可能是打累了 于是毒液就变换了原型 吃了阿雷的一个属下跑路了 只是没过多久 男主还是在一栋大厦被警察们给包围了 哦不对 准确的说 应该是警察们被男主给包围了才对 因为现在的男主在变成毒液的形态后 几乎就是刀枪不入的存在 所以警察们的行为 其实就和送死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就在毒液打算吃掉一名警察的时候 男主的女朋友阿花却是发现了男主 而且由于阿花不知道附身在男主身上的毒液 究竟是好还是坏 所以她就打算带男主去检查一下身体 可是这一检查不要紧 毒液就被超声波给逼出了男主的体内 原来像毒液这种生命体虽然强大 但他们却有着两个弱点 第一是怕核磁公认的超声波 第二则是怕火 而且与此同时 男主这边刚把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毒液逼出体内 另外一边那只在电影开头逃跑的共生体 在几经一主之后 竟然主动找上了阿雷 和阿雷完美融合在一起的共生体名叫暴乱 暴乱打算借助阿雷的权力发射火箭 去他们的星球带更多的族人来入侵地球 不过和暴乱的想法竟然相反的是 毒液却是在男主的熏陶下 渐渐喜欢上了美丽的地球 而且毒液在得知 男主已经被阿雷的手下给抓住 并且马上就要执行枪决的时候 他竟然忍辱负重地附身在了一条狗的身上 然后毒液控制着狗又找到了男主的女朋友阿花 并附身在了阿花的身上 最后就在男主即将要被枪毙的时候 毒液终于及时赶到救下了男主 接着毒液还和男主说起了心灵话 他告诉男主说 其实他在他们的星球也只是一个弱者 如果暴乱把他们的族人带来占领地球的话 那他就又要成为社会底层人员了 所以为了不再成为底层人员 他就将会帮助男主一起去阻止暴乱的阴谋 此时的暴乱正在火箭发射中心 屠杀着那些工作人员 而这一幕也是让炮哥想起了 我以前玩过的一款叫做镊杀原型的游戏 同样都是把肢体当作武器去攻击敌人 不过好在值得清醒的是 就在暴乱刚启动了火箭的同时 男主也是刚好赶了过来 而且这火箭在启动后 刚好又有五分钟的倒计时 所以他们就相互打了起来 本来按理说 毒液身为他们星球的弱者是打不过暴乱的 可是让暴乱没想到的是 男主的女朋友在趁他们打架时 竟然偷偷对他们释放了超声波 所以如如同一来 毒液和暴乱几乎就失去了战斗能力 后来男主和阿雷就打了起来 可是就在男主即将打赢的时候 暴乱却是提前恢复了力量 把男主给弄死了 不过死了也没事 毒液很快就又把男主给救活了 而且他们还在火箭发射的瞬间 袭击了火箭一下 然后火箭就炸了 之前也是说了 共生体共有两个弱点 一个是怕超声波 一个是怕火 所以火箭里的暴乱自然也是直接被烧成了虚无 至于毒液 则是从此和男主成为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好朋友 而且每当毒液饿了 想要吃人的时候 都会被男主给大骂一顿 男主告诉毒液 想要吃人也不是不行 但前提要看 那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比如眼前的这个抢劫犯 就不是什么好人 而吃一口也是没问题的 不过 在电影的最后彩蛋中 导演还是留了一个悬念的 一个连环杀人犯 在男主的采访中叫小岛 他马上就会从监狱里出去的 而且出去之后 他还将会展开一场屠杀 这很有可能是在预示着 其实他已经被别的过程题给附身了 最后电影结束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了关注 或者订阅一下我 么么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